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中天紫围真诀 谢师妹 让你久等了 怎么回事 这是 太宣门的中天紫围真诀 这几云套 它的中天紫围真诀 会对人产生精神压制 专科魔刀鬼术 想不到 吉云套已连成中天紫围真诀了 我死得不远 吉云套好生厉害 我到现在双腿还在打颤 谢道运也不慌多让 请客间就重新锁定燕阶真身 直接斩玉剑下 多主 你没事吧 没事 那个虚项 有几分当初宗主姐姐和吉乐冠主大战时的威势了 吉云套真的只有后天九重吗 如果不是靠着栏杆 这回我就丢脸了 天官阵缠完全没有反应 这种来自精神层联的攻击 我几乎毫无反抗之力 多主 中天紫围真诀能放能收 控制之下根本不会波及无辜 吉云套这死 定然是故意而为 他是想敲打我们 七成五这话仍然有怂恿的意思 不过倒是没说错 吉云套是故意的 想以这一招之威 威吓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我这人呢 向来与人为善 但也没有老实到 别人都欺负上门来了 还笑脸相迎 抱歉诸位 中天紫围真诀 在下也是初学乍练 一时没收住 波及到了无辜 没有没有 鸡公子打得很好啊 不可是鸡公子 造成的损失 比我预想的小得多呀 毕竟是鸡公子啊 云套兄确实厉害 武能翻掌阵妖邪 文能提笔写风月 谢言佩服 提笔写风月 谢舵主这是何意 哎 云套兄不用掩饰了 谢燕曾去过江陵 有幸败读过几本 歹瞎户的风月之刊 江湖上不都传言 这歹瞎户就是云套兄吗 云套兄文采非然 谢燕仰慕久矣 那个写风月书籍的 歹瞎户我听说过 确实有传闻说 歹瞎户就是太拳门的 鸡云套 鸡公子最讨厌 他人提起这个传言 这魔情宗的谢舵主 是想找茬 获得原点 愤怒 零点零一点 鸡云套 谢舵主 这些人云云云的传闻 不必多讨论吧 谢师妹所言极是 今夜你劳心施展 折先鸣心见绝 我们何必再费神讨论这些 不如我早点送你回去休息吧 有劳姬师兄了 诸位 告辞 不送 上次不婚而丧后 无论是四方势力 还是姬云涛 都没什么动静 分舵在机场舞的帮忙打理下 也井井有条 我之前小看他了 如果没有机场舞的帮助 我也不会这么快摸清分舵的情况 可恶 他功力又涨了 这人呢 什么都好 就是太执着于姬云涛了 机场舞可以一用 但若想彻底收服他 姬云涛是迈不过去的坎 石烟尔是姬云涛的迷妹 天天往姬云涛的住所跑 幸好分舵不归他管 否则还不得把驱风势力都送出去 到姬云涛欢心呢 爱情让女人降致 石烟尔完全忘了 她是大长老派来制衡我的了 哎呀 抛开这两个内忧 局面并不太乐观啊 四方势力的态度不冷不热 一直和我相敬如宾 没有明显的反水意图 却也不再是之前 微如道主持时那么乖巧听话 过不了多久 就是一年一度的江南会了 每年江南会都要分一轮蛋糕 往年驱风的大头都是摩情宗 今年恐怕 姬云涛和谢道运一直赖在驱风部走 也不知有什么目的 这驱风城看起来风平浪静 但实际上 也颇有几分暗流涌动的感觉 一时半会儿还真没什么好办法快速破局 毕竟武力不如人呢 眼下无事可做 不如去小世界割韭菜 随机搜索世界 发现通灵世界 传搜通灵世界需要五百元点 五百 怎么一下子涨这么多 之前群雄世界也不过五十元点啊 喜童 怎么回事 你这是通货膨胀了呀 可恶 不回我话 你很高冷嘛 嗯 如果排除系统通货膨胀的可能 从前几轮穿梭来看 元点消耗越大 世界的挡具越高 五百元点 说明这个通灵世界水很深啊 水越深意味着我能获取的收益也越高 不过风险也相应增大 但我能随时选择回归 顶多破财 要不了面 赌了 消耗五百元点 万界穿梭功能 启动 我为邪地 每周六周日十点更新一击 我为邪地